准备好了吗 我们拿了热菇这一招 当然喝啤酒当然用啤酒杯 谁是啤酒杯呢 今天是不压售的 是这一部分 请让镜头消息 老板老板老板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啤酒杯 这个是值得玩的 一个很薄的啤酒杯 它的价钱呢 它的价钱就是218 218港币 我们今天是黑啤酒 是呀 側一点側一点 不然很多泡 你懂不懂得倒啤酒杯 我想让别人看 它是黑色 看不到的 你不是用红色的罐来倒吗 五眼祖说你叫Angel Ring Enjoy your Angel Ring 黑色是黑啤酒 不是很黑的 像可乐 这边是Coke Zero 有点像 不是我的吗 是吗 你都没有 对不起 因为你正在忙 我们来第二个 这个杯 这个杯 叫Inner Black 它的模特就叫Old 对 195元而已 老的 但是这一只杯 就不是薄的 当然 为什么薄的杯 喝啤酒会更香 其实不只是喝啤酒的 喝什么的味道都会更不同 挺漂亮的 这个杯 这个杯是多少 这个杯是五百一十 对 对 识识厚厚厚厚厚厚 五百一十 因为你喝啤酒 你的鼻 我应该怎样说 它又不是吸住你的鼻 但它又不会像红酒那样吸住你的样子 所以它说这个很适合 是古酒喝的 对 然后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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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美味 是否美味很多 我也想买一只 真的吗 镇哥 镇哥还在拍摄你 你要比起 为什么 其实 什么意思 为什么 其实 如果有脚的杯 你拿着下面 因为人是有体温 玩有脚的人 我不理你 总之我要继续说话 因为我要下班 因为你拿着脚 其实红酒杯也是一样的 因为拿着下面的脚 如果拿着上面 你的人的体温 很难 会令到那一只杯 里面的酒会变味 所以最好是拿着下面的脚 而且它是否会很摇 因为红酒会摇 但是古酒我还没尝试过 都可以揮发那些香气 都可以 其实这个酒杯 为什么会下肥 上摘 就是因为这里 里面的香气 谷上来 就可以收窄了 你一闻的时候 通常你摇完之后 你闻 然后再喝 我都闻到 是啊 在这里 一个杯两千多元 当然不是 是每个杯都两千多元 然后我们前面 这里有一个是龙 然后 阿英在用一个是老虎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龙套珠 这三个杯都要二千多元 龙套珠 可以告诉大家 是最好买的 而且我现在手上这一只 在日本是最好买的 这两只是最好买的 我现在说的是人手雕 不是基雕 是人手雕出来的 通常你买到这些杯 是在外面雕 而你摸的时候 它会凹凹凹凹凹的 但这个杯贵 它是在里面雕 所以你摸在外面的时候 它是完全光滑的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杯贵 没问题的 你买个没有雕 195元 有雕 2285元 你会看到它这边上色 它不是一个直不吝 加了一个黑色上去 你会看到它是有弧度的 有弧度的 它不是直不吝 所以斜一点 对 好像倒了咖啡里面 而且它的黑色是很实的 而且便宜 抵玩这个 这个我就是觉得很大造化 但是又漂亮 它本来也有这个汤的方式 怎么可能 宁愿要吃烟我都不吃饭 好一点 你会练鲜 那它就有型 吃饭不型 吃烟鲜就有型 你知道现在型是怎样 买杯 正常说 它是有ASMR 是的 两毫半指 我那时候那碗勒沙汤 江湖设置 就是在东京发祥的一个玻璃技术 东京以前就叫江湖 设置的意思是等于玻璃 东京玻璃 如果以现代话来说 年轻人做些什么 就是黑色 型格的东西 酷 这个是200年来第一块 200年的历史里面 这个是第一块 这间公司做出来的 就是第一块黑色的江湖设置 之后 其实现在都有很多公司 去模仿他们的产品 其实这个杯是不便宜的 直接不是说不便宜 它是贵的 但是它值不值呢 我觉得非常之值 是否很有质感 是啊 怎么这么好摸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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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